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影里面 当孟小俊拿到签证的时候 旁边另外一个人被拘了好几次 说美国人民需要我 那个可能就是余老师 你知道吧 所以余老师就在孤独 绝望和挫败之中 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 他找不到高大上的王强 找不到飘逸在外面的我 虽然他想念我们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知道团队的力量 创业你知道刚开始找谁呢 我们一无所有 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亲人案 我们有这个家庭 我们有这个社区 所以余老师最初的两个合伙人 你知道吧 就是他老妈和他老婆 一个小班坐着坐坐大了 然后呢 这个人力又不够了 团队又需要扩充 但是依然这个时候没人来啊 你知道 怎么办 这个余老师的太太 这个在天津你知道 那个整个居委会的那些人都来了 你知道吧 余老师的母亲在江云农村 那个整个村庄园都来了 形成了新东方早期的强大的团队 在第一阶段 对吧 他做得很好 野门成长 第二阶段 新东方有了几千个学生 上万个学生的时候 许多老师已经成长起来了 比如说钱永强老师 在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成为了新东方最优秀的老师之一 比如另外一个老师 自己办了个学校 有几千人 但是他跟老余交流过以后 觉得余老师新东方 有一种vision 有一种未来 给他一种精神的力量 他就跟余老师喝了一杯茶 说我把学校给你吧 这个人 第二元老的创始人 这个第四大股东 杜子华老师 这样呢 这个余敏洪 杜子华 钱永强 钱关强 那些人 形成了新东方早期的第二团队 等到到了九五年底 其实余老师已经年薪 一年能挣到要到上千万 完全够资格 做一个土豪中的战斗机 OK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我知道 后来我跟他聊过 他觉得缺少一些东西 缺少什么呢 北大学生 余明洪师 北大老师 你知道吧 而且 还有王强 徐小平 这样的同学 对吧 还有李克强 李延宏 这样的这个 校友 所以 他觉得仅仅是赚钱 仅仅办一个培训班 可能缺少一点东西 当然啊 谜底解开吧 九五年底他来温哥华找我 我就问 你已经这么有钱了 人生你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对吧 实现了梦想的几乎都全部 在九十年的中期 非常伟大 你还缺什么 就在这个 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 二十几号 在温哥华一个 我当时这个落奈的 一个地下室里边 老于成名伴想说 还缺少一点崇高感 但你心向远方 不仅是力量 你还有吸引力 当于明伴展现了 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心中看到的 就是当年 在别的 把我们拉摸的那个学生 你知道吧 我看到他 强劲的一种力量 我说明伴 我跟你回去干 你知道吧 现在余老师 还不知道小兵回去 能干嘛 但是我说 我就看到了一种 一种希望 一种机会 我就回去了 九六年 这个 我们三个人 走到了一起 这个余老师 王强五 形成了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也就形成了新东方 历史上 也在中国企业史上 可以说 最强大 最有魅力的一个团队 我想讲一点啊 这个团队的力量 以及新东方 余米红啊 他创建了这个团队 它的意义所在 这个最后 我会总结一下 当你要创业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 应该做什么 当时这个余老师 是搞这个托福培训的 他叫做托福 托福托福 你考到托福 你得读研究生的吧 那就是GIE 你得读商学院 就是GMAT 你得读本科 那就是SID 所以说 那三个东西 本质上就是托福 所以移民就是 坚定的把握着托福 这么一个单点突破的东西 一针 捅破了这个 民办培训的 苍虫 这就是当时 这个余老师 在新东方 业务链条里面的 一种这个角色 我当时的话 听余老师说 许多学生拿到托福 GIE 拿到全奖 但是不会办签证 不会正经学校 不会正经签证 确实是那个学生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说 民方这个东西 我能做 我能帮助你 解决学生服务的问题 当我教学生 怎么办签证的时候 学生知道怎么说 他一说 勇猛的速度 签证快听不懂的 中文你知道吧 因为中国学生 他这个哑巴英语 在九十年代 他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王将回来 解决了口语问题 基础英语问题 这样的新东方 我们这个就 自然形成了 一种产业练 余老师的 这个核心业务 托福出国考试 后来是国内 各种各样的考试 天下所有的考试 王将老师 这个考试前的 英语学习 基础英语 我来考试后的 各种各样的服务 进行的那个 完美的产业力 这是所谓的团队的 第一要素 互补 业务的互补 第二呢 我们性格互补 让每一个身怀绝技 但是性格迥异的人 能在心中吗 找到自己的位置 也找到自己的情感的寄托 我相信啊 余老师有这么一种 这个性格 也来自于他的这个家庭 我跟余明的母亲 也是很好的这个朋友 余老师这个伟大的孝子 要知道 百善 孝为先 对不对 在这个 孝的这个面前 你谈什么原则 对不对 谈什么其他的东西 所以余老师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念出了这么一种这个 能够做老大的这个能力 但是第二加码 这王强老师 原则原教主主义着 王强老师坚持着原则来 对吧 没有一点妥协的因素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的出场 这个 当余老师跟王老师吵起来 没法解决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来综合一下 你知道吧 这个性格上 有一次在一本书里边 这个他们说 叫余老师 坚强如芦苇 王强脆弱如钢 然后记者就问这个王强 那小平呢 想一想 小平是 卢为钢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性格的互补 也构成了新东方 团队著名的 对吧 天天吵架 但是也著名的 这个兄弟情绪 这个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这么一种东西 所以团队吵架不怕 只要是 你们在性格上 有互补 价值观上是绝对的认同 第三 新东方的这个品牌的核心力量在于 对一代大学生的立志 对一代大学生的一种引导 这个 那么余老师呢 当年最著名的一次 是在这个国家图书馆 站在垃圾 垃圾桶上 跟几千学生发表演讲 这个一举奠定了 新东方的这么样 奋斗立志的品牌 所以新东方早期的 口号叫什么 叫绝望中寻找希望 余老师是绝望的 但他找到了希望 这成了余老师演讲的一个feature 所以当余老师站在这里讲着自己绝望的学生生活 奋斗这个过程的时候 那学生看到 对吧 作为一个成功的讲这个 一老 他说明一切之道吧 他有强大的说服力 王家老师 在北大纪念就是一个牛人 到了美国 发现自己的英语没用了 结果两天时间读了 这个基础基硕士 成为 贝尔实验室的基础基础士 登上了职业的高峰 所以王家就讲自己这样一种强悍的人生 我在新东方做学生咨询 我就讲 新东方的学生 怎么来的时候像余老师 走的时候像王强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合作 你知道 当然谈的现在绝不止于工作 对不对 还有活动呢 比如说 我们这个新东方最著名的是春节 中秋节 元旦 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都要搞 王老师就说 余老师说 小平搞一个活动 那我去做 对吧 我去编剧 我去编曲 然后王老师呢 主持 OK 王老师呢 表演 然后余老师 看到王老师 又想当年北大 那么这个慧王的吧 带着刻骨出唤 拉木 张远之在新东方的一个十年啊 是最美好的 幸福的 欢乐的 也是最有成就的 我个人的人生的十年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合作 真的是天意无缝 这个完美无缺 这样呢 2006年 就登上了华尔街 你知道 这个为中国的教育事业 中国的国际化事业 中国的人才的这个发展 这个创造了伟大的价值 我在讲讲 我和他投资了几个公司的 三个好的公司的这个团队建设 三个坏的公司的团队建设 同学们你要创业对吧 有很多很多问题 什么时候创业 怎么创业 怎么找合伙人 怎么找钱 怎么找到business model 对不对 怎么营销 对不对 怎么招人 等等等等 问题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 当你要创业的时候 ok no matter你的idea 是多么的stupid的 ok 多么的wild的 或者多么的这个dumb 对不对 你问身边的人 同学朋友 甚至你的父母 对吧 我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看看你的想法 能不能得到你身边的人了 关注 吸引入迷 并且跟随 你知道吗 有人说 怎么去找合伙人 no 合伙人是召唤来的 赶召来的 绝对不是招聘来的 你知道吧 更不是诱惑来的 所以这个他创业的 假如说 对吧 创业的万丈高楼平地起的话 我认为创业的平地 或者万丈高楼 是一块块砖头 累起来 对吧 再来一句 叫万里知行实力足下 那个足下是什么呢 应该是团队 找一个你的合伙人 马克扎克伯 对不对 就跟他数字的人 聊起来了 大家知道 Facebook有几个联合创始人吗 有四个 That's what 全是他的 roommate OK 所以呢 这个一开始 当你要创业的时候 哪怕你们的idea一冲开 或者这个idea stupid it's fine 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 有人愿意跟你一起来 谈这个想法 也就来聊这个创意 聊着聊着 可能就聊到了 你能够通向未来的 那个通天的 那个阳长小道 当年成后 到了这个斯坦福 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狂热的 谈一个想法 然后就把 刚刚去这个斯坦福读书 还有两年才能毕业的 代语生 这个舒服的人家 想这个退学 事实上就退学了 大家猜一猜 这个想法 如此让他们 疯狂的想法 结果怎么样 回到中国干了半年 此路不通 但是 这个团队 这个兄弟的 这种磨合 他们有了基础 他们有了力量 所以说这个 当成后开始创业 遇到了绝境的时候 他们三个 有共同的理想 有共同的追求 那这条路不通 再走一条路嘛 对吧 天下大路 990条 总有属于你的 成功的一条路 所以这个巨美 在半年以后 钱快花光的情况下 三个人 成后 戴宇生 刘辉 这个刘辉是他在 南洋理工大学的同学 戴宇生是他 四党的同学 两个人又把这个事情 给重新做了起来 经常有人说 怎么才能成功 怎么才能失败 对吧 我经常就用 托尔斯的那句话 叫 幸福的成功的公司 都是一样的 失败的公司 各有各的 有一千种死法 那么这个成功的公司 一样在哪里呢 他们都有一个 一开始 坚实的团队 所以我总结一下 OK 关于团队建设 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 一定要有团队 OK 这个 这个 这不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你知道吧 我经常遇到有人 带着美好的想法来创业 然后说 我留90的股份 还有10留给其他人 未来的期权 我说 你看见门吗 出去 你知道吧 这个 这一定做不成 你一定要有人跟你同行 这是一个 一定要有个团队 第二 就像新东方一样 团队一定要有互补 OK 互补就是 mutually complimentary 对吧 你说这个 我这个不能重叠 说实话 团队一重叠 基本上会出问题 你知道 哪怕一开始都是计算机了 对不对 重叠起来了 你做技术 我做设备 对吧 我做营销 慢慢的就分野 分出了各自的这个方向 这个第三 团队一定要有个什么呢 基于胸怀 情怀 OK 包容的一种股权结构 这个股权结构 绝不能听老大 对不对 说咱们一起干嘛 将来再说 No 一开始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也不是僵死的 当你出发 每个人的步行的速度 每个人的这个 要么奔着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留下 比如说 百分之 二十的期权 一般来说 我随便说个公式 比如说 老大百分之七十 老二百分之二十 老三百分之十 对吧 比如说811 721 或者6 2020 总而言之得有一个控股的老大 同时稀释百分之二十 留给什么呢 到了年底 大家说 哎老大你做的不行啊 我要做 可以炒 可以争 你知道吧 但是呢 要有股权 调节 当然最后 这个任何东西 OK 一旦创业从无到有 就会有利益 你知道吧 真正凝固团队的最强的东西是什么 绝不是兄弟情义 也不是同学友谊 我觉得邻居这个团队最成功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个企业 你们这三个人啊 这个团队啊 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到底为什么 新东方为什么 为哥们几个赚点钱出国吗 对吧 为我们买房子 用了捐赠一点钱吗 不是你知道 我们要为中国的教育 做出伟大的贡献 让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新东方这个大旗下你知道吧 实现国际化 能够拥有和国际最优秀人才竞争的 这么一种力量你知道 去拥抱 环球化时代的到来 在过去二十年中 我觉得中国青年人 已经拥有了和世界直接硬碰硬 竞争的那么一种力量你知道吧 中国一代青年的国际化 我觉得已经初步完成 而在这个里边 新东方 于米红 那么一个 看似非常卑微的梦想 OK 为了挣一点钱 养活 老妈老婆 对不对 养活团队 这个养活自己 然后实现自己留学梦想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新东方 在一波一波团队的竞争力量下 你知道 一直走到了 这个中国名门教育的巅峰 最后我想起 这很多年以后 OK 在离开新东方 这个做政革基金的繁忙之中 有一次我在这个 纽约街头 OK 现在已经快倒闭了 巴尔斯诺宝宝书店里面 看见一本书 OK 那个书我还没有看作者是谁 我就看了题目 我一下子心灵就被击倒了 你知道 那个题目叫 It takes a village It takes a village 你知道 这是克林顿 Hillary克林顿写的一本书 后来有了中文版 它翻译为叫什么呢 与传存之力 你知道 它实际上讲的就是说 应该把它翻译为叫 团队力量 我看了这本书 就又对于老子产生了 好久不见了一种嫉妒的心情 你知道吧 想一想 当他合伙人还是老妈老婆的时候 他已经想到了这个题目 你知道吧 把他妈妈的那个村庄全带过来了 你知道吧 It takes a village It takes a team OK To build your dream 所以同学们 当你创业的话 一定要带着伟大的胸怀 有着远方的召唤 然后呢 这个召集一批兄弟 开始你人生的 长途跋涉和辉煌的争战